他远嫁马来西亚富商,却因风俗不同吃尽苦头。 之前人民的名义大祸,剧中的高小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高小琴的扮演者胡锦又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胡锦毕业于赫赫有名的中系96班,胡锦的很多同学都是现在的大伴,张子怡,梅婷,秦海璐,袁全,胡锦之前就靠着少年张三丰中的灵雪燕和校庄密室中的苏莫尔被大众所熟知。 2005年经过吴彦祖等人介绍,胡锦认识了马来西亚的超级富翁朱兆祥。 朱兆祥1966年出生,是马来西亚小安集团的董事经理,十几岁时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学习会计与奇管,不到20岁时就管理了家族集团。 朱兆祥的前女友是杨子琼。 一开始这段跨国恋胡锦本人并不看好,两人背景差异巨大,生活习惯也不同。 三年后朱兆祥想求婚,胡锦也成了内比娱乐圈跨国家豪门的第一人。 不过虽然两人婚后非常恩爱,育幼一子,但胡锦曾经透露她因为和马来西亚的丈夫生活习俗不同吃了很多苦头。 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当地的女性穿着都很保守,一点都不能暴露。 胡锦跟着丈夫受皇室奖赏的时候因为穿了一个礼服裙被勒令立即换衣服,只好随便租了一套50块钱的衣服上台。 还有一次参加万宴,其他的女性都穿着脱的长裙十分保守,胡锦穿了露着小腿的裙子,被丈夫要求回去换了长裙。 还有一次两人去印度参加活动,当地人吃饭用手抓,胡锦掖上了手,却发现被人用一眼的眼光盯着,丈夫马上斥责了她,原来印度人左手是用来洗屁股的,胡锦却用了左手,犯了大忌。 看来跨国豪门也不是那么好价的,网友们怎么看呢?欢迎来评论。 在拍戏当中,经导演二东升级豪友吴彦祖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朱要祥,马来西亚的富豪中的富豪。 两个初次见面之下都非常满意,短时间内恋情就发展迅速。